來看超商的極點大作戰 有量飯店是特別挑選了 在台灣買不到的日本鍋子 另外超商是跟卡通人物 超可愛的一起來聯名 推出了一系列的食用小物 為了要刺激買氣 現在量飯店也很聰明 把日本的國民鍋當成了極點商品 就算有的商品要等到7月才有貨 民眾也甘願排隊 紅色鑄鐵鍋 章魚燒烤盤 到下午茶用的熱水壺 搭配點數就可以打3到5折 消費者願意乖乖集點 就是因為台灣沒有代理商 如果錯過這波檔期 可得找日本代購才有機會 主要也是因為平常買不到 一定要用這種集點換購 所以他們願意去等待這個時間點 台灣的量是差不多13萬個左右 那我們預計在整個業績的部分 我們當然還是保守估計 應該會成長2到3成以上 有些通路上就跟卡通角色聯名 像是上班族最喜歡用的靠墊 甚至是到這種食物的托盤 它力高後還可以當成小桌子 相當實用 飲料提代 便當盒 只要買咖啡就能集點 比起鍋子入手的門檻更低 而CP值早就已經不是重點 其實我本來可能不需要 但是因為看到它可愛 我可能就會集點然後去購買 像杯子 保溫品 這種我比較喜歡 可愛然後又實用的 就是日常生活會用到的 Q版發動全部從背包相機包等聯名商品 手機APP點一點就能累積點數 原來業者腦筋動很快 限定會員才能參加 趁機稀稀粉絲 除了實用性之外 而不是單純的裝飾的目的 所以我們預估這次的活動 希望能夠增加會員數或是萊克數 能夠增加一成到兩成 從性價比到聯名角色 業者各出奇招要擄獲消費者的心 東森財經新聞 須亞主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